这里呢我们要讲的是柯西不等式的坐标形式的哦 这里是柯西不等式的向量形式 那同学不要忘记了 基本设定都是向量都是非零向量哦 那我们现在把它定义在我们的坐标平面上面 我们让OA向量呢等于X1Y1 OB向量呢是X2Y2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柯西不等式的向量形式 内积呢就是X分量相乘加上Y分量相乘 那长度呢就是分量的平方和在开根号 那有根号有点丑哦 所以我把两边平方 然后平方之后的结果呢 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而这个式子就称之为柯西不等式的坐标形式 那这个坐标形式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那我们教同学怎么记会比较快哦 其实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乘积和的平方 后面呢就是平方和的乘积 所以就记下来咯 乘积和的平方会小于等于平方和的乘积 当然要去验证等号乘积的时候哦 那我们知道等号乘积的时候 代表这两个向量是平行的 那两个向量如果平行 代表他们彼此之间就一定会有系数基的关系咯 比如说